你绝对不知道这个医生经历了什么 能让他如此的害怕 原来躺在床上的男人叫大壮 他正在急速变胖 旁边的医生哪里见过这场面 哥哥撒鸭子就跑 很快 男人的身体就变得和奥特曼一样大 警察看了连奶茶都不要了掉头就跑 大壮的手伸进小美的家里 小美以为自己要凉了 没想到大壮只吃饿了 想拿一只烤鸭 没想到烤鸭是82年的早就过气了 肚子一阵咕噜 大壮撅起蜜桃臀就是一个屁 这个屁的威力有多大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这个90岁的老奶奶都能来个道理 一个老头想点根烟冷静一下 没想到火柴引燃了屁 一朵蘑菇云升起 这可把大壮给吓坏了 醒来发现拉裤子里了 大壮是个智商超过500的学校教授 他正在研究仓鼠 助手问他怎么有一股味道 大壮说可能是门后面的垃圾没到 于是一转身 大屁股碰到了开关 这下全部的实验仓鼠都出逃了 那真是 锣鼓炫天 鞭炮齐鸣 鼠山鼠海 清洁工无意喷射出仓鼠 这只飞进美女的小汉堡里 给美女吓得一激灵 这只直接冲进了老师的嘴里 校长马上找来大壮问问怎么回事 大壮发现吊灯上还挂着一只仓鼠 仓鼠的响直接就落入了校长的咖啡里 大壮那是尴尬的不敢说话 校长喝了一口发现味道不对 猫是咖啡的味道怎么变淡了 吊灯上的仓鼠一听 当场就不开心了 松手直接掉进了咖啡杯里 大壮赶紧溜回教室继续上课 没想到学生们都在笑他 原来他的肚子太大了 上面刚写的字肚子就擦掉了 但是他从来不往心里去 这天小美前来邀请大壮 今晚一起去酒吧喝点皮的 本来以为今晚能顺利和小美赴距离运动 这个脱口秀演员出场了 看起来人有点傻 但是他一下就瞄准了大壮 开始带领大家嘲笑大壮的肥胖 小美很是尴尬 大壮也感觉给小美丢人了 大壮送小美回了家 小美善解人意地安慰大壮 让大壮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晚上对大壮的伤害很大 于是他决定开始减肥 为了减肥 他尝试了刺猬减肥疗法 针越扎越多 却没什么效果 他尝试和妹子们一起运动 没想到把蹦床给踩穿了 听说撸铁兽得快 还没举两下呢 小床却不干了 他想起前几天做的梦 于是他来到实验室 研发了一款瘦身药水 而话不说就喝了下去 大壮晕倒在地 实验室里电闪雷鸣 过了一回 大壮的身体想漏气的气球不断缩小 大壮起身照照镜子 我的天哪 这是谁 下一秒他打开裤子 还好还在 他非常开心 于是他第一时间来到健身房炫耀 然后去找了小美 但是小美却不知道这是谁 于是大壮说他叫大山 是大壮的哥哥 想让小美今晚一起去酒吧 手刚晃肩膀上突然变大了 原来药水只能维持一小会时间 他赶紧推走小美 第二天小美来到酒吧 可是大山却迟到了 小美有些生气 大山直接就跪下了 他们一起来到了酒吧 大山的性格开始变化 他开始调侃别人的缺点 小美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时扣子开始崩开 嘴唇开始变大 大山只好仓皇逃离了这里 这时朱里卷毛跟了上来 可是看到的画面却让他吓了一跳 这个男人要变成奥特曼了 旁边的卷毛人都看傻了 大山浑身跟冲气了一样 大脚直接卡住了油门 整辆汽车在路上开始了飘移 消防员正在锯开车门 大山已经恢复成了肥胖的大壮 过了一天 用了要睡的大壮又来到了酒吧 好身材吸引了三个美女 没想到撞见了小美 这让小美伤心地走了 大壮回到家发现了大山给自己的录像 原来大山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他不受大壮的控制 于是大壮来到了实验室 助手告诉他 不能再喝药水了 变身之后的大山很疯狂 大壮想起了之前发生的闹剧 倒掉了剩下的药水 他要通过自己的运动收下来 他拿起了一罐气泡水喝了下去 可是他却晕倒了 过了一回 起来的却是大山 原来大山早就料到 于是给东西都掉包了 他来到酒吧 正要当着众人的面喝下所有的药水 让大壮彻底消失 卷毛助力赶了过来 上去就是一拳 突然大山掐住了自己 下巴也恢复原样 原来两种人格在争夺控制权 在一顿抽搐中 台下的人都看傻了 大壮恢复了原样 他说经历了这么多 他知道真正的快乐和自己肥胖无关 他灰头土脸的走了 小美跑了过了 他问大壮为什么要骗自己 大壮说因为害怕小美嫌弃自己 所以才会瞒着小美 小美却邀请大壮和自己一起跳舞 原来诚实更容易让人接受 人生里有很多事是不可抢求的 自己快乐才是王道 我是大头探骗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